今天高登仔要分享這個報告就是 Spotify 的一週報告 涵蓋是2023年1月19日至26日 29日才推出的 剛剛今天1月30日跟大家報告 今天是2023年1月30日 為大家帶來Spotify的報告 非常之好 Spotify這個報告就說 過去一週1月19日至26日 剛剛過了4天 最新的全港最強的10首下載 或者收聽最高的10首歌 究竟在哪10首 《姜濤》佔了75% 嘩厲害 整個點擊流量、聽流量 75%都是歸於《姜濤》 全港最強的10首歌 而每天的收聽率達到16萬人次去聽 厲害嗎? 我先說完數字給大家聽 當中有些很有趣的事情 真的要跟大家聊一下 包括姜濤自己本身的點擊率 以及自己的對手的點擊率 今次這個禮拜這個報告 相當之有趣 有些數據可以反映到 2023年究竟姜濤的發展是怎樣 我們看看姜濤如何憑著4首歌 其實這10首歌之中有1、2、3、4 有4首歌都是姜濤的 怎樣去理解這個數字呢? 10首歌有4首姜濤 大約佔75% 10首歌之中 其實大部份的人是聽這4首歌 沒有Cent 看第一首歌 說回其餘6首歌有哪6首 MC有兩首 世一和老派約會 反正被扣上4首的 安索羅的新秘買衣服的偷情 也上了� crib 安索羅一首 永迅街39號 都有兩首 MC有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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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索羅兩首 Ian只有一首 好 最後一首是Dear Jane 但是這六首的價格盤賣都是總點擊率的25% 當中我告訴你 聲幅最厲害 風雨不改 風雨不改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年初七DC Plus 供應了第二個 我收到消息 因為DC Plus 未正式覆覆高登仔 究竟第一天首播的點擊率是怎樣 但有網民已經很明察 我不知道他們可能是網站分析還是數據分析 所以說風雨不改是因為姜濤的阿爸有了第二個 在第一天第一天 DISD Plus 上映非常高收視 非常多人看 已經觸動到這個DISD Plus 管理層的神經 不是說是負面 就是告訴大家 哇 原來我博姜濤的東西 是這麼高收視這麼高 誰知道率不賣法 原來不單止那天 接著那幾天都不斷有人看完又看 即是已經觸動到DISD Plus 的管理層 這個相當好 之後就會再在每日新聞裡跟大家說 今天就說了 第二手風雨不改 即是我的點擊率是非常之高 它達到七百多萬 我們對上一次的點擊率 足足升了一百萬 短短一個多星期有多 十天左右 上升了一百萬的點擊率 在這個Spotify 上升了一百萬的點擊率 嘩 真厲害 平均每日幾多人聽 我不懂解釋 我真的算到也太開心 怕不懂得繼續做這條片 《風雨不改》是《姜濤》這四首歌之中 點擊率是最高的 一個多星期十天左右 上升了一百萬點 相當之厲害 你說《風雨不改》是否受惠於電影《阿媽有座》第二個的推動呢 絕對是 我都夠膽說 不用詳細分析 你用common sense 用common sense 都想到 《姜濤》的電影《阿媽有座》第二個 近來瘋狂地宣傳 或者幾個層次的差別 《迪斯伯》就瘋狂宣傳 剛剛有了第二個這部電影 我也多謝《迪斯伯》 《惠眼色英雄》 知道《姜濤》是因為這些 多人喜歡 所以年代《風雨不改》 十幾天之內 十天 都多了一百萬點擊率 成為 這個 Spotify 之中 點擊收視 增幅最強勁的一首歌 在十首歌之中 它都上榜了二十四個星期 非常之新的一首歌 還有大家要注意到 今次 這十首點擊率最高的歌 其中有三首 是上榜不足十個星期的 譬如是 張天霍的細一 Anson Lo的《偷情》 以及Ian的《再見寧靜凱》 這些新首歌 《永順佳》三十九 剛剛超過了十個星期 但是 為什麼成就姜濤 憑這四首歌 卻佔了75%的點擊率呢 厲害 就是姜濤作品的說話 作品的說話 絕對是姜濤的膽 對不對 大家不做宣傳 或者是作品的說話 沒有宣傳 都是多人聽 作品的說話 其實我自己也有忽發其上 如果作品的說話 可以成為一套劇的插曲 或者主題曲 我想成就非法 但是當然現在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我只不過是一個分法其上 但是雖然沒有這些支持 但是作品的說話 作為一首 上去三十九個星期的作品 它的走勢都依然非常強勁 作品的說話 我們看看作品的說話 究竟是怎樣強勁 有一個很好的消息 我之後也會跟大家說 作品的說話已經超過一千萬點擊率 在Spotify的累積點擊數字 對上的報告都是九百多萬 其實應該大事慶祝的 但是因為近來太多新聞了 我都要篩選的過程 我不可以把所有的新聞出來 因為太長了 做到一些片 但是當然有網友說 長一點啦 公仔你做一些片 每天點救猴 每天只聽你 十幾二十分鐘 我說考慮考慮考慮 但是Anyway 我在這些綜合報告 我都滲了一些資料出來 姜濤的作品的說話 已經突破了一千萬 它的平均數字 非常之厲害 上榜了三十九個星期 已經突破了一千萬 這個是Spotify的數字 因為Spotify始終 它的面向和Youtube的面向不同 其實它們都差不多 Youtube也是過了一千萬 而在Spotify 作品的說話剛剛過了一千萬 都是合理的 相當的走勢伶俐 在四首姜濤歌之中 至於為什麼會這麼走勢伶俐呢 就不用說了 一千萬多人聽 縱使近來 即是這個禮拜 很多有些新歌格擊之下 但是作品的說話 都依然保持點擊的高企 相當之厲害 所以這個東西 就膽來的了 作品的說話 即是膽來的 所以繼續會有很多 還有哪兩首呢 還有DMF DMF 亦都很厲害 其實在這十首歌之中 它的增幅不算是最高 因為增幅最高一定是風雨不改 但如果總點擊量 它已經達到接近一千七百萬 咦 就快過二千萬了 那我略略看數據 其實DMF 在這個Spotify的點擊項目裡面 即是在香港的極語歌曲裡面 它現在是排名最高的 DMF一千七百萬 一千七百萬 咦 很快突破二千萬 接著就說 其實Youtube一追過多二千萬 咦 這樣就不同 Spotify計算的點擊數字 就未必跟Youtube的點擊數字一樣 所以呢 我都密切留意DMF的走向 雖然今個星期 它的升幅是沒有風雨不覺那麼高 因為風雨不覺夾著電影阿媽 還有第二個在全樓平台的上演 所以多多人聽 DMF作為姜濤一個 上榜七十七個星期 比較久的歌曲 它多的聲幅和點擊率 都一起維持一個平穩的增長 所以在香港這十首 多人聽的歌曲之中 其實最老就是DMF 上榜七十七個星期 它是最久的了 在這個十首點擊歌之中 達到一千七百萬 DMF絕對都是姜濤的一個代表作 所以它的點擊一直這樣上升並不出奇 平穩地上升 其實它已經不是突然爆升爆跌很腫了 DMF 我看看這個bar chart 它其實是一個平穩的上升軌 即是說它已經有一定的支持者 加上它最近多了一些新的姜濤支持者 或者姜濤去聽的話 它的上升沒有暴升沒有暴跌 它是一個平穩的上升軌跡 所以如果照這樣看 我自己這樣看 我想如果要突破二千萬 未來在兩個月 即是我看bar chart 大家真的看不到 我運算那個預測圖 大約在六十天之內 就可以突破到二千萬 希望大家 在spotify 看看DMF 可以嗎 看看 然後就到第四首歌 就是鏡中鏡 鏡中鏡 都在spotify之中 都是平穩升幅 它已經突破一千二百萬個點擊率了 上網多了五十六個星期 都算很久 因為在十首最高點擊率 香港歌曲之中 第一個內就是DMF 第二也是鏡中鏡 很厲害 他們整個點擊率都平穩上升 超過一千二百萬 相當之厲害 所以我們計算一下 姜濤在spotify的總點擊率 如果是一至十位裏面 憑這四首歌 已經超過四千六百七十一萬 四千六百幾萬 四千六百幾萬 厲害 所以其實這個報告也都反映到 就算計算到頭十首歌 即是包括姜濤的歌 和非姜濤的歌 它的總點擊率 都是只有六千二百幾萬 不要說只有六千二百幾萬 其實是相當之厲害 六千二百幾萬 但是姜濤的佔了四千六百幾萬 運算一計 是吧 運算一計 姜濤佔了75% 75% 我們每十個人 有七點五個人 都是想去spotify 聽姜濤的歌 在香港區 這個厲害不厲害 厲害吧 許憑四首歌 十首歌裏面 佔了一半都沒有 但是佔點擊率 和收聽率 佔了75% 所以有些人不理解這些數字 就會問 為什麼只有四首歌 因為其實還有些歌 是被人壓低了十名之外 為什麼呢 其實我解釋給你聽 其實因為今期多了三首新歌 因為在spotify裡面很有趣 如果你剛剛上歌的時候 無論是spotify有意無意推 還是人們貪新鮮 還是粉絲喜歡多聽幾次 去瞭解那首歌 究竟什麼內容 什麼穩美 所以看spotify新推出的歌 它的點擊率是會高很多的 就是增幅會高很多 所以會突然 會令到一些舊歌 壓走了 所以 今期我剛剛都說 比如MC的細一 盧漢廷的偷情 和Ian的再見寧靜開 因為他們三首歌是新出的 所以 突然間推出 那個點擊 就壓低了其餘的一些歌曲 對吧 所以你其實看回其他 比如如果spotify 越上得久的那些歌 它會跌出那個彈榜 會越跌得厲害 比如之前有很多歌 例如《一道》很厲害的 《小心地滑》 《記憶面》 都已經跌走了 但是 因為 今個星期有這三首新歌 所以 令到姜濤的 其餘的歌 是跌出了十位以外 但是我告訴你 其實他們都不差的 我告訴你 姜濤的其他歌曲都不差 都是一個很高的升幅 即是很高的位置 但是當然 這個報告他只是計 頭十名以來 就沒辦法了 但是我們就著 即是我要解釋給你們聽 就不要好像傳統媒體就說 但是我知道 有傳統媒體都盯著這些數字 他們的這些數字就會說 哇 姜濤已經沒有人聽了 姜濤已經跌出了 點擊 spotify 點擊到十大以外 剩下少數歌 就令到一些鐵粉去聽 即是看這個報告 是這樣看 傳統媒體就會這樣看 去掃姜濤 即是黑姜濤 但是我自己就解釋給你們聽 為什麼會剩下四首歌 因為之前很厲害 之前是佔了一半 都是姜濤的歌 我看回我自己 有記錄到這些數字 上次的報告 都佔了香港市場的94% 又多了 這次其實是降到75% 其實不是降了 他的聲幅都依然強勁 只不過是 只不過是 因為有些新歌的進駐 所以令到他一些歌 是跌出了十大 但其實你說很快會上回 即是以姜濤的實力 其實是讓那些人 即是聽那些新歌 聽到差不多了 因為那些歌手的歌 有一些即日先 有一些人即日先聽 但你說是否真的支持那些歌手 或者長期聽那些歌 不是的 可能聽十多次他們已經不聽 可能不好聽 不同的姜濤 姜濤大部分在十名以內的歌 有些已經上到很久了 對嗎 我的歌 完全到今時今日 都依然有一大批支持姜濤的粉絲去聽 所以不用擔心 如果姜濤有一個不同的時間 他的歌都會上升 所以不用擔心 所以我們看回 今個星期 其實我們看回點擊率和上升幅度 其實姜濤都上升了40% 上升了40% 今個星期的點擊率 上升了40% 比起上個星期 所以不用擔心 其實我看回 今個星期的點擊率都很厲害 今個星期的點擊率 都接近300萬個點擊率 在姜濤的 是吧 相當之厲害 升幅到40% 所以不用擔心 所以今次的Spotify report 因為他偶爾都會出這些report 其實他不是偶爾都很密 他就給大家網絡媒體 網絡的網友 給人公開知道 做他們自己心愛的歌曲 心愛的明星 究竟我最近有個不同的歌曲的點擊率 姜濤呢 所以不用擔心 姜濤的點擊率都相當好 今個星期 是吧 因為出了很多新歌 令到他排了十名意外 但是你說 總點擊率 在Spotify 都佔有市場 很多人聽 是多的 而且都很強勁 只不過是一些新歌 就啞了某些位置 你說過多幾個星期 一頭半個月 其實這些歌曲會慢慢消失 以我經驗 你看到很多其他明星的歌 慢慢消失 唯獨是姜濤的歌 我只有這樣說 姜濤的歌是越戰越種 是吧 去到經過時間的洗禮 都不會有很大的跌幅 而且經過時間的證明 姜濤的歌是越久 越來越多人聽 越多人不斷去聽 證明姜濤已經是一個作品 即是作品的說話 經過時間的考驗 都依然是很多人去聽 所以就不用擔心 不過聽到我頻道都知道 高生仔對姜濤都很有信心 就算聽我頻道的姜濤 姜濤支持者 都很有信心 都覺得姜濤是永述不斷 是吧 所以今天就為大家 帶來這個report 2023年1月19日至26日 今天是2023年1月30日 為大家去否釋 以及具體的report 給大家知道 希望大家聽得開心 聽得明白 繼續支持高生仔 即是支持姜濤 記住我又說一句 那些haters 繼續繼續支持我 繼續喜歡搞我頻道 就釋除專便 看看你有沒有本事 搞得死我頻道 就是這麼多 所以大家就繼續努力 支持姜濤 支持她的作品 在未來日子 希望姜濤 快點出來 跟我們見面 看到她的 最新歌影視藝 任何的作品 我們都會一樣開心 快點出來吧 姜濤 知道嗎 好 今天的report 暫時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聽收聽 我們明天同樣時間 再跟大家報道姜濤的 所有的好東西 好嗎 這次就是這麼多 拜拜